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所谓的Data Link Layer,所谓的第二层 那第二层本身就是说我要负责把一个我们叫做frame 因为在真的我要送的这个资料我们一般所谓一个把它变成一个frame 一般把它翻成所谓的一个讯框,一个frame 这个frame长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frame的格式 就是说这个frame本身就包含了 刚刚提到每一层都有每一层要加的黑的 因为每一层都要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都要自己加上他想沟通的材料 那在这个所谓的Layer 2,所谓的Make Layer 它加的内容就在这里 这一块 我看一下 它所加的这个内容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的Make Layer 这个Make Layer里面 如果稍微再进去里面看的话 它里有个叫做Source Address 这个Source在这个地方 代表说这里面就是说这是哪一个网卡的位置 就是送这个frame的网卡的位置 那它要送给哪一张网卡 我们叫做Destination 比如说如果是它送给它 那这个Source就是它 Destination就是它 就看谁送给谁 就是送的这个工作站 它本身把它的Mac就放在这个Source Address 那Destination Address就是放这个风包到底要送给哪一张 所谓的网卡来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frame 就是说我们传送的这个资料的单位就叫做一个frame 那我们特别注意到 这个frame本身 因为它已经到网卡 到Layer 2 事实上它的资料怎么来 它的资料是从上层一路下来的 所以其实这里面 其实还包含了刚提到的 IP的黑的 甚至TCP的黑的 甚至HTTP的黑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风包的内容 这一块这个叫内容 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涵盖很多 有IP的黑的TCP 就从上面 从Data开始打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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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一直到所谓的Layer 2 就Data Link Layer 那Data Link Layer就把它加上 这个就是它的头 然后加上它的尾巴 就是说它会把它打包的意思 那我们中间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从上面交下来的 IP交给我的 那我们这个在Data Link Layer 会加上自己的黑的 那它会加上一个Trailer 它会加上尾巴 加尾巴的目的就是做错误检查 就是我送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可以检查出来说 这个风包有错 那错我当然就不要了 错的东西就没有办法用 所以它会加头加尾 好 那我们就说 那Data Link Layer 到底在做什么事 所以Data Link Layer就是说 它如何 我们看一下 如何将你的frame传给 我们说直接相连的主机 或者设备 那这个主机就是你可能电脑连电脑 像这个是主机 电脑连电脑 那这个也是 它直接送给它 或者是它送给它 就是直接相连的主机 当然那什么叫设备呢 设备就是说 你可能是丢给交换机 就像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像这个 我是丢给交换机的 跟交换机直接连的 这是丢给交换机的意思 那甚至它也可以直接丢给Access Point 一样就是一个基地台 我们的笔电跟基地台 这样子沟通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Data Link Layer 所以提到说 Data Link谈的就是说 如何将一个frame 传送给直接相连的主机或设备 不是送给你最远端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从这个美东 要送到美西 那我们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那中间进购很多Router 那往前走一步 交给下一个设备 这个所谓的Data Link Layer 就是往前走一步的意思 好 我们就说 这个Data Link Layer 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将frame 传送给直接相连的主机或者设备 那这个有什么难呢 第一个它必须变成Physical Layer 刚刚提到 是有线的 无线的 是同线 是光线 它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不过这个没关系 反正就交给Physical Layer 我们都因为分层的概念 就是层层负责 各自负责任 所以我只要把它交给Physical Layer Physical Layer自然会帮我做Coding 送给对方 那我不管 那我要管的是说 那我要把一个frame 传给直接相连的主机或设备 这个有什么难呢 难在于说 那我跟这个想传送的这个对方 我们是怎么个连接法 比如说我们是点对点连接 好像这样 这个问题就不大 我送给它 我就丢到那个网路上面 它就收到一点对点 也没有人来跟我抢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的很多网路 我们叫做所谓的Multiple Asics 就是说这是一条线路 但是这条线路 很多主机 很多电脑 都共用这条线路 共用这条线路就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如果我要送风包一个frame 你也要送frame 那我们两个人都要送frame 我们两个人如果把frame 通通送上去 那我们的情况会撞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讲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把风包丢进来 那它把风包丢进来 那这个风包送到中间的时候 就会我们叫做就强迫在一起 这个资料就错掉了 所以我们讲Data Link Layer说 我如何把frame传给对方 可是我如果传的时候 老是跟人家碰撞 就是我送对方 另外因为我叫做Multiple Asics 代表说这个网路上面 同时有很多电脑 那如果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电脑 同时都在送 或者我送到一半 然后别人又送上来 那个讯号就撞在一起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讯号有时候用电位 那我送的时候电位会增高 那如果别人也把讯号 硬是把它送出来 电位就更高 或者说电位会互相抵消 那这个电位变太高 或者电位变太低 这个收的那个 它就辨认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1还是0 所以那个风包就通通 我们叫做Collision 就无效 反正就把它丢掉 所以DataLink Layer 本来很简单 就是说我怎么把一个frame 丢给对方 就这么简单 只是我丢给对方的时候 有人会跟我抢 因为我的Channel只有一个 频道只有一个 比如我这个线只有一条 那很多人接在上面 如果两个人或多个人同时送 那个风包就会错误 会撞在一起 问题就来了 那到底我什么时候送 到底谁 就哪一台电脑 在什么时候它可以送 如果我们完全通通不管 不管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讲无为而至 我都不用方法 你爱送你就送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Random Assist 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大家要送你就送 你如果硬去好你就成功 硬去不好就撞在一起 那撞在一起怎么办 这个风筒就毁掉了 那等一下你再送一次 这个叫做Random Assist Random Assist也是一个方法 只是它的效率 你也知道可能就不很好 因为可能这个撞到撞撞撞撞撞撞撞 成功率多少 平均百分之十八 就是你送一百个可能就十八个成功 这个当然我们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就要想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好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比如CSMA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Carrier Sense Multiple Assist 就是说好 那我送之前 我至少先听听看 有没有人在送 如果有人在送了 我就不送 因为你去把人家干扰 或者把人家这个打乱 就是它会坏掉 你也会坏掉 其实损人不利己 所以我就先送之前 我就先听听看 叫做所谓的Carrier Sense 如果有人送你就不送 没有人送你就送上去 这个就叫做CSMA 这个已经很好 这已经是说大家至少有点礼让 就是有人在送我就不送了 那我要送就是没有人送的时候 我才送已经礼让了 但这样还是不够好 因为这个网路本身 它有一段距离的 那我们讲讯号送上去 它也要花一点时间 才会传到另外一端 所以有可能你去听的时候 其实讯号在上面了 已经在上面 只是还没有传到你的门口来 你只是还没听到 其实讯号在上面 已经在送 你只是还没听到 那你听的时候 发现没有 其实是有 只是还没到 那你送上去 等一下就撞在一起 这个也是失败 所以怎么去改善呢 就有一个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 叫做我们看这叫CD 叫做Collision Detection 就是说如果有冲撞 我可以侦测到有没有冲撞 有冲撞我再来想办法 好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 IEEE 802.3的Ethernet 就是用这个叫CSMA CD 好 那如果无线网路呢 这个 无线网路在这个地方 它用这个CSMA 它叫做CA 这个细节 我们会在这个介绍 IEEE 802.11 这个章节里面 专门介绍更详细 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做Collision Detection 但它做了A 这个CA叫做Collision Avoidance 就是避免Collision 反正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说MAC layer里面 它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MAC 注意到 MAC叫做Media Assist Control Media就是这条线 不管它是有线还是无线 就是那个Media 就是传输的媒介 那什么叫做Assess Control呢 就是说 你要来存取或者使用 这个Media的时候 你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刚刚提到 你什么都不管 你要送 就把它送上去 这也是一个规则 这也是一个Protocol 它叫做Random Assist 就是它没有规则的规则 爱送就送 什么时候就送 不管有没有人在送 反正你想送就送 我们说 这是一个规则 可是平均来讲 它的成功率是18% 那这个规则也是个规则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个规则 所以我们说 在Data Link Layer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 因为它要制定 一个叫做Media Assist Control Protocol 一般叫做MAC Protocol 不同的网路有不同的Protocol 因为不同网路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它有不同的Protocol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Ethernet 它用的叫CSMACD 这个细节我们也会讲 另外一个是Wireless LAN 802.11 它是CSMACA 这两个Protocol都非常有名 都是为了我们不同的网路上面 能够把资料 成功的送给对方 希望有这个Protocol 就是我们有这个Protocol 来规范 让我们在这个网路上面 不同的网路上面 传送的时候 我们讲成功率 是最好的 我刚提到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直接Random Assist 它也是一个Protocol 只这个Protocol效率不够好 所以我们要设计 说我可能在 像我们叫CSMA 我在送之前先听听看 那有人送我就不送 没人送我就送 那送了之后 我还要再听听看 如果有Collegion 我赶快停掉 等一下再来 等等 就是我可以有各种各种的Protocol 不管是哪一种Protocol 都叫做MacProtocol 就是第二层的 都叫做MacProtocol 而MacProtocol可以有很多个 因为每一个网路都有一个MacProtocol 而这个是标准 标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每一张 比如说这里面的每一张网卡 这个都有网卡 他们都要follow这个标准 比如像这个例子 这个是Ethernet 所以他们应该都有这个Protocol 都在这里面都有 比如说如果你不follow标准的话 那我们这个Protocol 这个意思就是协议嘛 如果你不follow标准 那就天下大乱了 一定是没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 好 那我们说这个DataLink Layer就是说 如何将frame用 再修正一下 如何将frame用这个MacProtocol 传送给直接连接的这个主机或设备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文字稍微修一下 就是说如何将frame用这个网路的Mac 这个Protocol传送给直接向您的主机或设备 就是往前走一步 可是单单这个往前走一步 它就必须有一个Protocol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因为这一步它可能很复杂 比如它是无线 刚提到无线 那个无线的讯号本来就容易干扰 我送的随便人家打一个东西就全部干扰掉了 那我怎么送给对方 虽然是简单的一步 可是这一步你要跨越过去 有线的无线的都必须有不同的方法来 把一个封包送过去 因为你会碰到各种的干扰 还有各种的所谓的竞争 甚至抢夺 因为这个所谓的media是有线的 上面接了很多电脑 那大家都想送 大家都要抢 好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这个Mac Protocol来制定说 到底在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把封包丢出来 那丢出来之后如果发生问题 那我们怎么解决 大家都follow这样的一个Protocol 好那我们这个运作就会比较正常了 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Data Link Layer 那我们也说有制作或者实作这个Mac Layer的这种设备呢 我们所谓的Layer 2的设备 我们说Layer 2的Device就是说它收到一个封包之后呢 它是根据这个我们讲Mac Layer的Header来处理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Layer 2的设备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收到一个封包之后呢 根据Mac Layer的资料来处理的就叫做Layer 2的设备 好那在我们这里面最典型的Layer 2的设备呢 比如说交换机Switch或者所谓的Bridge 这个都是非常典型的Layer 2的设备 好那在我们这个下面这张图里面 这个网络图里面呢 我们有五个交换机 五个Layer 2的交换机 把大家都接起来 所以我们真的在送封包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一下 这个封包在传输的时候呢 它就是走这个交换机 我们看一下看它这个路线嘛 它可以像这个蓝色的 看一下蓝色走这条线这样子 那红色的呢 红色走这条线这样子 那他们都是经过交换机 经过交换机 经过交换机 那这里面的交换机呢 收到这个封包之后呢 都是看这个Distination的Mac Address 所以这个address呢 我们也叫做所谓的Mac Mac Address 就是这个 这个Distination就是那个网卡的位置 所以这些交换机 他们收到这个封包的时候呢 就是根据这个栏位 DA 就是Distination的Mac Address 来决定说这个封包应该往哪里去啦 它是根据这个来做这个Routing的 好这所谓的Data Link Layer 谈的就是说怎么样将一个frame 透过这个Mac Protocol 然后送给直接相连的主机或设备 包含是说交给交换机也是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Layer 2 那这个也是一个Layer 2的 就是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一步的意思 好那有关Data Link Layer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